我觉得这种正能量的感觉是非常棒的 所以你想要做的事 或者说你本人的个性就是很吸引人的 大家都愿意靠近你 当然你这样的人怎么会对生活没有热情呢 还有订阅牛新闻的YouTube吗 赶快来按赞分享并且打开你的小铃铛哦 欢迎来到奥秀铲卡解读时间 我们今天解读的主题是 怎么重拾对生活的热情呢 不管你是在生活上感情上 还是对你自己重新找到你的热情 对你的幸福感很有帮助哦 请大家跟着我深呼吸 非常好 打开你的心 把你的注意力集中在心脏的周围 我们这边有四张牌 一 二 三 四 跟着你的直觉选一张牌 选好了吗 我们要开始咯 先来看第一张牌 这张牌叫做四海一家 抽到这张牌的你呢 我建议你多交朋友 但是这个建议其实是废话啦 你其实现在很多朋友也是有很宽阔的胸镜 想要认识更多的朋友 或者说跟你周围的比较不熟的朋友 想要更多的互动和交流 想要更多的互动和交流 你的心境是开阔的 你想要做的事情很多 而且你想要分享你自己的资源 你的热情 你的专业 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跟大家一起 哇这种一起的感觉 这种正能量的感觉是非常棒的哦 所以你想要做的事 或者说你本人的个性就是很吸引人的 大家都愿意靠近你 当然你这样的人 怎么会对生活没有热情呢 想到第一张牌了你 对生活热情的指数 五颗星 给你的建议啦 虽然你跟朋友关系很好 分享的很多 或者说其实你已经忙的团团转 心情好 然后想做的事情多 又有效率 可是你累不累啊 有没有给自己安排运动 或者休息的时间呢 开心的同时 还是要为自己的身体做长远的规划 这样才可以又健康又开心哦 我们来看第二张牌 这张牌叫做了解 这张牌要告诉你的就是 就像牌里面的这只小鸟一样 你很想要打开你的眼界 并且你也知道说 你正在崇拜什么样的人 你喜欢有什么样的资源 你更羡慕那些已经做好自己 然后知道自己要什么的人 他们在做的那些事情 可是只有羡慕 只有目标 只有那种蠢蠢欲动的心 是不够的哦 好在你已经知道 你想要打开你的眼界 想要改变 甚至想要挑战了 那么何不给自己一点点勇气 甚至是一些借口 一些动力去离开自己的舒适圈 去新的领域 去一些更有挑战性的地方 试试看呢 当然你对生活的热情指数 还是非常高 只是行动力小一点点 所以你对生活热情指数 建议你放下自己已经拥有的那些 因为外面的世界更精彩哦 我们来看第三张牌 这张牌叫做顺着流走 收到这张牌的你呢 需要放下一些自己的控制欲 也就是说你遇到什么样的事情 先不要做假设 更不要做一些无谓的预估 这样就一定怎么样啊 或者说算了都这样了 我怎么做都没用 把这些沮丧的心情放下 然后活在当下 也就是说当你在当下发生这件事情 看起来已经超出你的想象 甚至让你觉得有点沮丧 你仍然可以对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充满期待 当你有一个这样积极的心态的时候呢 事情才有机会转环 在哈佛大学呢 有一个积极正向心理学 大家都听过嘛 什么叫做正向心理呢 一个是要对自己有自信 第二就是要对自己有期待 永远存在一个积极的心态 当然啦 这里的积极心态自信啊 一定是浮动的 不要怕自己有沮丧迷茫和低潮起 当你发现你的气场比较弱 你比较不能去把周围的事情做好的时候 赶快提醒自己 我不要陷入这种低潮 我还是可以相信自己可以做好的 这样的心态还蛮重要的 所以基于你很容易低潮的状况 我们在这里说 你对生活的热情指数 三颗心 剩下两颗心要补足 就是时常的提醒 我可以的 我有自信 我有机会把我想要做的事情做好 当你对自己信心喊话的时候 我相信没有什么事情不可能 第四张牌 这张牌叫做忧伤 到了这里我们真是每况愈下 看到这张牌的你最近需要练习独立 你会说老师其实我在生活上很独立啊 我的想法也很独立啊 好吧我要点出你的盲点了 你的独立不是不依赖 你的独立是过于把自己看得太重而忽略了合作 那这个合作什么叫做合作啊 所谓的合作不是说你离不开他 他离不开你两个人协议好 像公司一样就叫做合作 真正的合作是存在一种信任感的 很多人说一起合作开公司比结婚还难 因为找这个合作的人很难 但是我们从身心灵来看啊 这个信任感首先是你要相信自己 所以我们往回推你要相信自己 你才会相信别人 所以这个独立呢是你要先相信自己做得到 你可以相信自己相信别人的眼光 然后再来去做所谓的独立的事情 这一番逻辑下来啊我要告诉你的是 没有人可以扶持你或者是告诉你你该怎么做 所谓的导师他们教你只是为了师父领进门 那后面的怎么样走出你独特的一条路 如何先扎实的把你的基本的工作做好 再来探讨你个人的魅力啊 更多更高的发展啊 如何把这件事情有耐心的做完 并且相信你一定可以成功 这件事情很重要耶 总的来说先给你对生活热情的指数 两颗心 那三颗心需要补足的就是 对自己要有信心 寻求合作 不要对自己失望 你有机会成功的 你相信自己吗 告诉我你很相信自己 那么你就离热情的生活不远咯 好啦我们平常幸福的人是不会再想怎么样去燃起热情 大家都是很享受自己的生活 只有你最近在比如说转换工作啊 分手啊或者说迷茫 我到底人生未来到底要怎么发展才是我喜欢的 像这种自我探索的时期都是你在思考怎么样才是有幸福感有热情的时候 这是一件好事代表你在思考你在探索你自己的人生咯 我们生活里面的很多关卡目的不是告诉你你是失败的你不比别人好 目的是告诉你你是有一双坚强的左手右臂帮助自己努力的往更好的人生发展的 好啦遇到现在的关卡表示你要晋升咯 我们一起加油吧 下次再见 拜拜